鹿角形结石 它为什么是鹿角呢 它为什么是鹿角呢 鹿角形结石 即使上我们的密钥系统里面 如果你把它全部用石头塞满了 它就是一个鹿角的形状 因为它有 前前后后大概总共有8到12支的分支 所以这些分支 这些分支一塞满之后 你把它拿下来 那其实上它的结构就像是一个鹿角一样 这种石头当然是一个很 很大的一个问题 因为它通常是感染结石造成的 那我们这时候 就必须用精皮 取食素去 把它打碎抓出来 甚至可能 打的不止一次 打的不止一个洞 因为它的含量实在太高了 那这时候呢你所要付出的代价就比较大 包括身体上的还有包括一些 其他在健康上的代价 所以最好不要让它长到这么大 那如果是感染结石相对比较软 那如果是草栓盖造成的 那又很硬的时候呢 那真的是很辛苦 那这种石头大致上我们能够 能够选择的方式是不多的 以前我们的老师会把肾脏 切一半 把那个结石拿出来 可是像这样子的一个治疗方式呢 还算干净 但是对肾脏的伤害就非常的大 如果是精力肾取食素的话 对肾脏的伤害 可能每一次的处理 肾脏可能要付出十分之一 肾功能的代价 那在这个之前 那可能石头就是相对是比较小 那我们来分一下它的各种不同大小 如果是在2.5公分以上 而这算是非常大 这只是指一个一维向量 如果你今天算它的面积去估一下 500平方mm以上的一个大小 都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结石负担 那有时候就必须用 用精脾肾取食素 刚刚提到精脾肾取食素 猪蜂天素比较长 流水比较多 而且对于肾脏伤害的一个代价是比较大的 我们就必须要付出比较多的一个代价去取它 所以不要让它变那么大 那相对比较小的 如果说2.5公分以内的 那健保脊肤是可以同意用振波碎子去打它 那当然如果打了几次都还打不它下来 可能你还是要选择精脾取食素去处理 那在肾脏我们都知道 塑尿管呢 其实上在从膀胱进去走塑尿管 进硬式的 可以一直走到肾脏接近肾羽的地方 肾羽的地方呢 进去里面结构像鹿角 那也就是说 我们的硬式镜子不可能 转弯进到鹿角的每个角落 甚至转弯进到 进到肾脏的结构里面去把石头清出来 那所以它只能够处理塑尿管结石 甚至就是一点点的肾脏的一个肾羽的结石 如果是比较靠近肾脏的一个结构 其实肾脏的结构大概就是像这个样子 大家可以看到像不像鹿角 其实还蛮像的 那底下的部分是直线的 所以我们的硬式镜子可以走上去 但是走到上面之后 如果你要转弯进到肾脏的结构里面 你可能就必须要用软式塑尿管镜 这时候如果它的石头又是小于两公分 那你可以不用把肾脏钻一个洞 你可以经过自然的管道 进去把结石打碎洗出来 那当然你要付出的代价是经济学上的代价 因为你要花13万 11到13万甚至更多的钱去处理这个石头 那如果好 这再小一点 如果这个结石小于2.5公分 而且体积不是很大 那甚至就是介于0.5公分以上 0.5公分以上 然后到2.5公分之间的这种结石 你可以振末碎食打下来 那当然用体外振末碎食去打就可以了 而打一次体外振末碎食所付出的代价 大概就是胜功能1% 我想相对是少很多 但是少很多 所以我们可以用振末碎食去处理 那另外当然就是说你的结石 如果是有造成阻塞的话 那可能处理的一个步调就要更快一点 那包括用振末碎食打完之后 我们就要去评估一下肾水肿整个缓解的程度 我想大致上解释一下肾结石处理方式 我们就要去评估一下肾水肿整个缓解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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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肾水肿整个缓解